为什么生性多疑的庆帝会如此信任陈平平 为什么忠心耿耿的陈平平最后却背叛了庆帝呢 看完这个你们就会明白 在庆域年之中 陈平平可谓是对庆帝无比忠诚 作为庆帝的手下 陈平平可以说是他手上最为锋利的一把刀 队内通过监察院监管朝堂 帮助庆帝稳定庆国 队外用铁血无双的黑旗震慑四方 在援助中我们可以得知 当年庆帝前往北伐之士 遇到了北魏战神战清风 被战清风打得经脉寸断身负重伤 是陈平平带领黑旗千里奔袭 及时地将重伤的庆帝救出 在庆帝成功登上皇位后 准备再一次对北魏发动战争之时 不料被北魏探子肖恩得知消息 于是陈平平带领黑旗 深入北魏抓捕肖恩 最后导致陈平平爽腿被废 但也因此获得了庆帝的信任 在范贤押送肖恩前往北旗时 陈平平在收到庆帝的消息之后 没有半分犹豫的就撤掉了范贤 滥以保命的地牌黑旗 虽然范贤是叶清梅的孩子 但她也依旧执行庆帝的命令 然而两人之间彼此的信任 却慢慢地成为了双方相互博弈的伪装 在庆国的这场棋局之中 陈平平可谓是棋手的存在 而另一位议者庆帝 却被陈平平逼迫到了重判亲离的地步 陈平平究竟为何要背叛庆帝 又是调查出了什么重要事情 才会选择为了叶清梅背叛庆帝 对于陈平平来说 叶清梅是唯一一个将她视为正常人 从来没有因为她是太监而疏远她 反而视她为自己的挚友 要说陈平平为何会怀疑庆帝 在叶清梅虚弱的时候 陈平平被调往北方 五竹被神庙的使者拖住 而庆帝去饭间前往西湖作战 这一切的一切绝对是有人策划 才导致虚弱的叶清梅被杀害 然而当陈平平知道叶清梅的死 居然是庆帝谋划 心中复仇的种子生根发芽 于是陈平平布局设计 这个过程极其漫长 陈平平却折服在这阴暗之中 为了能够让庆帝失去一切 第一 她在背地里推动太子与长公主的关系 在了解到长公主起兵叛乱 攻打京都的时候 陈平平却视而不见 使得京都的局势愈发混乱 最终令庆帝的两个儿子 以及长公主背叛了庆帝 使得庆帝众叛亲离 第二 陈平平为了保护范贤 刻意地在日常生活之中 疏远范贤 以及影子对范贤动手等等事情 都是为了替范贤着想 这样在陈平平在刺杀庆帝失败后 范贤才不会遭到庆帝怀疑 第三 陈平平秘密地培养影子 使影子成为酒品高手 并通过影子消灭庆帝身边的亲信 在大东山一战之后 陈平平也知道了庆帝大宗师的身份 所以陈平平选择孤身一人前往皇宫 但是陈平平却低估了庆帝的警觉性 庆帝早有防备 所以陈平平在使用轮椅内的双枪后 只是重创了庆帝 并未成功击杀 庆帝愤怒不已 庆帝生气的是 陈平平居然背叛了他 于是将陈平平凌迟除死 陈平平虽然忠于庆帝 但为了替叶庆美报仇 付出了自己的性命 因为陈平平之死 最终范贤才会明白 当年事情的真相 才会下定决心与庆帝开战 以为故事埋下了浓厚的一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庆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庆帝